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槍槍 很久沒試過一個人錄節目給大家 為了這一宗 大家聽完之後 都嗆嘴的這一宗花生新聞,正式可以叫做 新任的立法會議員 開生日Party 幾十歲人還搞這個生日會,然後搞到 高官送了去捉高彎 花生指標,已經史無前例地高 不是說我們幸災樂和 整件事情背後,當然有很多很認真的分析給大家聽 但節目上 不好意思,沒辦法在星期四晚 晚上,因為花生台沒有直播節目 我打算昨晚上載給大家聽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很多朋友都一樣 因為我昨晚 就是 為了最後一晚堂食 多得這個 政府,就出去 吃飯和朋友 把握機會 吃完飯 一邊吃飯,當然一邊追蹤著 這一宗 花生事件 所以 都已經很晚才回到家 再加上 用少許時間 看看新聞的發展 新聞當中的資料 再沉澱一下 唯有星期五 我想今天日間 早上 希望 給大家聽 因為我正在想 其他 例如蕭先生 老蕭豬屋在前 他說這些東西特別好笑 但他都未說 所以這件事的資訊量之大 我覺得是值得 我小早 希望 做一些 梳理,對事件的梳理 讓大家聽一聽,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究竟是 多麼嚴重 首先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整件事首先就是 變成 一劑劑的 回歷錶 對於林鄭來說 她第一 已經是 在禁堂食方面 已經是 扔了出去的回歷錶,說人家造謠 這個政府 結果 你說是假新聞,你是造謠,結果是事實和真相 你闢謠那一刻 你說人家 是說謠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就是要說謠 你自己是不是造謠者呢 跟著更好笑 跟著就是說香港01爆了梁卓偉 是 要林鄭 當機立斷 制止 Omicron Omicron的傳播 所以就是要 不惜 招令直改也好 這個沒有計劃禁堂食,變成兩天後就宣佈 立即要禁堂 當然還未計算那些 五間 發生這個傳播鏈 引發這個 傳播的時候,然後就夾堂食那些 夜晚的堂食那些 那些都不計算了 然後 然後梁卓偉自己 說接受訪問的時候,其實他看錯了資料 他看見英國的死亡數字 因為Omicron的死亡數字 去到千多宗 所以才急急叫 說不行了,一定要撒停 或者加強 防疫的措施 加強管制社交距離 好了 結果原來他說他看錯了 看多了個零 我們今晚開始沒有堂食 梁卓偉這個樣子 看東西看多了個零 然後 跟林鄭說,林鄭就是大有為 當機立斷 不惜 背上朝令夕改的罵名 都要 立即公佈 假裝做事 我們說過很多次 防疫 要告訴別人 我很勤奮 我 有多 應難而上 做些不容易的決定 這是第一重匯力標 第二重匯力標 就是他那時候因為 在九龍塘有一成的望月樓出現這個傳播鏈的時候 因為有國泰的 基組人員 沒有 遵守規定 剛才出了吃飯,然後自己惹了,然後就開始傳播這輪第五波的傳播 然後他幾大的官威 要召見國泰的主席 然後記者會上就說 你 當然是你負責的 好像我那樣,特區有什麼事都是我負責的 語音剛落 今天 徐英偉出事 然後每個人都拿回這句話 林鄭就說,我問責制不是問責到這個地步的 是 我沒有可能為 這些個別問責官員的個人行為負責 第二重匯力標 又頂回來 這個已經是對 林鄭而言 究竟 這 連環的回歷標 會不會影響到 她 在習總心裏 那個位置 甚至會不會影響到她的連任呢 習總我覺得最關鍵 這件事留在最後才說 好了 第二件事我們要說一下這個生日會本身 首先 大家要認識一下這條貿易 叫做洪遺民 他是經民聯的 看看 會不會所有 智少 經民聯、梁美芬 大口狗、梁君彥那些 全部都是經民聯的 1月3號 開這個生日會 又是香港01 明報已經爆發了很多生日會的照片 全人類沒有戴罩 然後 洪遺民就抱著閃唱旗 這條人 就是 港區人大 然後那個前海什麼陳聯絡員 都不知道什麼 即是思維掃餐的官 他 就是 有一張invitation的生日卡 香港01都放了出來 你看到有自己的卡通樣子 然後就是Happy Birthday 這件事本身好笑 你幾十歲人 一個大男人還在搞 生日會 然後 那張invitation 人家就是 那生日會的invitation是給人的 但是 邀請卡上 Happy Birthday 然後畫自己的卡通樣子 那跟顏暴鮮來什麼分別 Happy Birthday to me 已經夠了 是不是 然後這個生日會 一個出席者 發現是確診 報道一開始 我還記得是 6點多 傍晚的時候 初初就說 參與生日會的一個少女 那就 確診了少女 大家有很多遐想 經過隨緣會 恆大高層強姦飯局之後 是不是 好了 然後後來 因為還有 有些 新聞的 網站 他們就 剪了出來 他們就說 有一少女懷疑確診 他又不說 這個是 新冠病毒 他只是寫了 COVID COVID-19 所以說有網的 我看了 是 是不是有出席者 一少女兒攜帶 HIV病毒 那把嘴巴有衰 看錯了 好了 然後發現 那個少女是甚麼人呢 是一位 即37歲 的 女性的賓客 就是這個 榮元茶行 賣茶的 太子女 叫王思雅 她是怎樣中招的呢 原來首先 有一個國泰的空姐 傳了給她媽媽 這個國泰空姐的媽媽 和太子女茶行太子女的媽媽 認識過 吃飯 傳了兩個 交叉感染之後回到家 後來就傳給 茶行媽媽傳給太子女 然後太子女就去 洪維文的沙漢會 那就糟糕了 現在 林鄭記者會出來說 就是說 她是9點半才到的 所以9點半之前的人 就 相對安全 9點半之後的人 就要被 界定為親密接觸者 所以 現在這個 徐英偉 民政事務局局長 他又坐足全場的 那就大糟糕了 是 好了 然後 這個 新科立法會議員 港區人大 經文聯 洪維文 他請了什麼人去那個 Happy Birthday to Me的生日會呢 有些名字很熟悉 又有海關關長 前海關關長 入境處處長 那些人 裁員會那些 究竟這班人 這班紀律部隊 有多少人喜歡去犯局呢 就是 這次連警務處長蕭澤儀也有份去 好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這場 生日會有沒有違反限聚令599G 你也可以說三埋訪門是私人地方 但首先那裡是一間 西餐廳來的,又是灣仔 你別說三埋訪門就沒事了 你這個政府 你那時候特地走去 去工廠大廈那裡 去踢鬥 去突擊檢查那些Party Room 然後裏面的人全部告了599G 那你現在 這宗 即是 在灣仔這個Happy Birthday to Me的紅維文生日會 究竟技術上 有沒有違反限聚令呢 好了,如果違反莊恩的時候 上一次 那個除緣會那道事 都沒有警務處長在這裏 沒有警務處長或者沒有警務處的人員在這裏呢 還有 尷尬的位置仍然沒有一個問題 這次就有了 就是因為法599G 的執法部門就是警務處 然後如果你 你消災魚,我現在 一時醒不醒他,他是不是也要 捉去隔離,去捉高灣呢 一時間我查不到,不過大家聽到的時候應該都會知道很清楚 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現在違反599G的時候 你作為警務處長 你去到 你是不是給 給告票 你沒有給告票 你是不是給了自己呢 你是最大那個 最大那個 是 你做執法的 然後更好笑的地方就是 林鄭說 有九點半那條界 九點半 之前走的人 沒事 因為他們有安心出行的紀錄 坐巴士去會場,我只是想認識一下 然後 當中有一個我認識的人 他是發展那個政治座,你叫馮英倫 都慘了 都是說坐到九點半之後,然後好像就送了去捉高灣 這個人在這裏插開講一點點 我為什麼認識他呢 他應該是 當然我兩屆 但他讀港大的 他是因為 因為我們一些聯校的活動 是認識他 他 港大畢業之後很早就已經 選定行車線 去做 梁振英的秘書或者助理 很快去梁振英上場,就帶卸他 做正座 一直做到現在 這傢伙 問題在於什麼呢 因為他們港大 曾經 曾經 有一個 在港大的學會裏面 有一個內地生撞車 撞車意外 死了 然後 當然 港大的校友 國會的校友 大家夾錢 當然 送花牌 那些東西 這傢伙 馮正座 下了名,但沒有付錢 百金也要走數 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都張開口 這些東西 那時候還有很少錢 百多元 就是 頂盡不是幾百元 不然 都是自己填下去 你知道大家 這些東西 都是講心 是否落你的名字 大家夾錢 或者象徵式寫下 然後有人負責 訂了花牌 然後 有人收回錢 都是這樣 那樣 這樣也走數 而且不是忘記了 是之後 每一次 嘗試去告訴你 你還未付錢 都不是為了追數 因為這些東西 大家是利是的 是不是 你 你不付錢 你個人 如果你信邪的話 你也是 有影響的 所以好心提提你 不付 以讀不回 你看到 梁振英 心腹就是這樣的人 好了 說回 八達通 的問題 哪個八達通那麼省見 我想知道 然後點了名 入境處 入境處處長 鄧以凱出示不了 這個安心出行的紀錄 屌娜星 你老母 敲鑼打鼓 拉別人 去食店 去 搞你的黃店 放射 一個整間店 一個人安心出行 全店鋒封你 原來 又是 紀律部隊的頭 是不用安心出行的 有一次證明 紀律部隊 多有紀律 然後 你班官 一直以來 在谷科興 弄了大龍鳳 第三針都打科興的 林鄭未說 抗體不用多 夠就 夠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徐英偉就變成一個試點了 你究竟你打了三針科興 密切接觸者隔離期間有機會確診呢 你就試到 科興三針 對Omicron我滅共的效果是怎樣 這就是 整個一個生涯會 反轉了 或者揭露了所有防疫政策的漏洞 599G 警務處長去到 嚴疑違反599G的現場 然後安心出行 自己紀律部隊的頭都不安心出行 然後最後疫苗 這個科興 科興是頂不住Omicron的 如果徐英偉 現在真是抗疫安危 究竟他 裡面的抗體夠不夠 還是正式透過徐英偉 竟然是透過徐英偉 吃糖水的爛坦 那時候 又麻地大火他跑去吃糖水 還上了 吃糖水的照片上Facebook 這條 吃糖水的 小朋友 他究竟 是否宣佈科興 完全沒有效 整個防疫政策 香港防疫政策就在這次生日會裏面 所有事都位於一旦 但這個 都未算是重點 重點就是我剛才所說 究竟會否影響到習總 你看回時序 是1月3日星期一 剛剛立法會宣誓完之後 晚上這個洪惠民開立法會 然後 1月4日 究竟 這個洪惠民有否回立法會 看見過清一色 任何這些立法會的 其他議員同事 甚至在自己的經文聯 開黨團 有沒有見過梁君彥呢 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後1月5日 梁君彥就上了 和20個立法會議員 上了去見深圳見夏寶龍 好了 這就好笑了 你想想想一下 效果的那麼嚴重 你 這班人進去免檢疫的 進去深圳 然後 把照片擺 我不相信 好像沒有拍照的 但我不相信 他們 會關上房門 都要戴口罩 這班人 你如果 這個洪惠民 中過照 然後1月4日 見過梁君彥 梁君彥 中了一招 然後上去見夏寶龍 你第一 你KO了港澳辦主 上 然後你就不知道夏寶龍 在深圳之後 飛回北京 這已經是第一次 你夏寶龍在北京 變成 傳鏈條 傳鏈條式傳播鏈 就是我滅共的傳鏈條傳播鏈 傳回北京 你這個東澳怎麼搞 這樣也沒算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習總 事必功親 夏寶龍 看見完你這班大口狗 新科立法會議員 然後再當面回報給習總 你不是全鏈條式 惹到給習總 整個中南海 都傳遍這個 Omicron 我沒說 是不是 你本身 你的紅維民已經作為 港區人大 是人大 國家的代表 立法的代表 全國人民 大會 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你已經顛污了人大 又顛污了立法會 這個違規違紀 還要你 經過這條傳播鏈 很有機會 傳給習總 你說這個是 最大件事 這是改變歷史的軌跡 分分鐘 如果習總 整個中南海 都出現 Omicron Omicron病毒的話 你說 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 必須要在這裏 為甚麼 無論如何都要錄一集 給大家聽 就是這樣 希望 跟大家分享 不是分享 喜怨 不要搞錯 我是分享 我這個觀察 希望大家 誠心討告 希望當然就是 習總 即是他龍體 就不要為禍 是不是 其實 星期四 原本我也是打算 看看會不會 用星期四的時段 再 有新的 節目 因為 其實也有需要 因為沒有做 細良之後 希望有另外的節目 去補充 那個流量 多謝大家支持 就算 在城寨直播完之後 在花生台 壁糧為窗 斬件 上Youtube 都累積到 每個星期 都可能是 4-5萬view 如何追回這4-5萬view 這就是我需要去處理的問題 所以 星期四 原本 看看 會不會有 節目 再擺出來 但是 這個星期 其實還未開始 還未構思 還未跟 花生台的兄弟 去談 所以 未必 就是 這個星期 或者下星期 未必開始 有節目 但如果有的話 也希望 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 就當作一個特備 希望 今晚大家繼續聽 大君佛 對於整件事 最新的進展 的分析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